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PP的第一个界面 你感觉你会做吗 挺简单 不用滑屏 就是滑屏 是吧 其实不是 那个页面我们俗称叫散屏页 我忽然想到散退这个词 就是你一登录APP的时候 它第一个打开界面 然后会隔几秒钟 然后怎么样 自动的切换到主界面去 是吧 或者说你通过手动点击跳过 它也会贴到主界面去 是吧 这个界面我们通常俗称它散屏页 OK 这个不是一个滑屏 不是一个滑屏 好 那我们学完今天的内容 你就可以实现这个散屏页的具体怎么来做了 好吧 OK 好 今天到了我们第41讲 第41讲也是我们新的一个课程 我们这个课程叫做安卓的多线程 这个课程 对 多线程 同时多个运行 对 在多线程安卓处理的时候 如何怎么处理 它的一些内部的机制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去讲解 好吧 那么我们 这课程的第一讲就是我们的排序下来 就是第41讲 是吧 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这个Hunder这个东西 Hunder实际上我们之前使用过 是吧 我们之前是用过了一下 然后这个Hunder它内部究竟是怎么去实现的 里面的原理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 是不是 然后它的一些特点跟机制 我们需要在这一节里面给大家去介绍 首先呢Hunder一个简单介绍 然后呢第二个是Hunder的常用的API 是吧 一个使用 第三个Hunder的内部实现原理 这个是非常关键 特别是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特别喜欢爱问这个Hunder的内部的实现原理 你一定要把 学完这一节 一定要把这个面试官给秒了 是不是 对 第四个Hunder了还会出现内存泄漏的问题 我们去分析它 什么是内存泄漏 内存泄漏 貌似很高深是吧 实际上我给你分析完了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是内存泄漏了 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内存泄漏的问题 好吧 第五个A就是我们要用Hunder的实现一个 我们说的这个APP的一个散评页的一个实现了 好吧 怎么去做 好分成这个五个点啊 去给大家去讲解 第一个Hunder的一个介绍 先来前种 安卓开发中呢 我们常常会使用单独的线程来完成某些操作 这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操作可能比较耗时 或者时间执行起来比较长 那我们就需要单独的线程 不然的话它会把这个页面给堵住是吧 堵住好像假死的这种效果就不好 我感觉这多线程一说大家都能理解啥 是吧 看字面都知道 对 比如用一个线程来完成网络上下载图片 比如你的图片要下来很长时间 那肯定就让一个线程让它下 那你干别的是吧 这样 然后就显示在一个Image View上 那多线程操作时呢 安卓必须保证以下两点 这是原则 准则 跟底线 这是红线不能触碰的 这是安卓开发里面 第一 不要阻塞 这个阻塞或者阻塞 UI线程 不要阻塞UI线程 就是一定要让这个这个界面上呢 它是流畅的 它是可以操作 可以实时可以操作的 你不能说一点这个按钮就卡了 就死在那了 一直等 等它还原 那就这个体验 这个用户体验就很差 是吧 不要在UI线程之外 访问安卓UI工具包 这是一个啊 就是说 UI线程之外 就我们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主线程 去访问这个UI的工具包 这是两个红线啊 不能触碰的 好 那么有了以上两个这个限制呢 我们的线程之间的消息如何进行传递呢 如果进行传递呢 那就要用到这个 Handler叫消息处理者了 是吧 消息处理者就隆重登场是吧 欢迎Handler登场 嗯 那么 这里面访问UI组件 我们先可以跟大家先 一会儿呢 写一个例子来 来测试一下 是吧 测试一下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我们看啊 假设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嗯 有一个这个啊 我们模拟是吧 模拟一个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呢 假设说就是一个 呃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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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什么呢 就叫下载了 下载就下载就可以了 是吧 好就叫下载 那么这个onclick 你看啊 onclick呢 就叫做download click 好吧 嗯 download click 这个download click 好 这个下载里面呢 我们需要模拟一个这个现成是吧 那么最后呢 我们导致他说在这里面显示 在这里面我们加个ID啊 呃 加个ID 已经已经有了是吧 叫ID textview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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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么在这个textview里面最后我们在这里面来显示这个文本下载完成好吧 好 哎 加一个一个一个字啊 textview 好 好我们先把这个textview啊先给他 呃 find byd给他先拿出来啊 textview是吧 textview 强转一下 ok 好 那我们就需要模拟一个现成是吧 对 我们假如下载我们是来模拟的啊 模拟我们就另一个slide 可以吧 可以 另一个slide点 我是啊 直接写了啊 这是测试啊 所以我为了方便大家看 所以就直接在这里面写了 呃 然后里面呢 在另一个什么 这个 runnable是吧 runnable啊 我们是 使用 这个 现成 模拟 下载操作 对 对 模拟下载操作 对 对 在这里面咔咔咔就开始下载了呗 啊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full 这个 有一个full 循环是吧 这个 i 等于零 i小于啊 我就 5 i++ 加次数啊 随便就写一个模拟现成就行 对 随便写一个模拟的这个这个线的循环五次 算了 我们不用这个循环五次 我们用val吧 好吧 用val啊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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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Act 就是逸子循环 一股循环 然后呢 这个功效呢 我让大家模拟嘛 模拟就是休眠 比如说这个 三秒 van 3000 就是三秒啊 嗯 你看一下 啊 好 三秒钟解数以后 我就怎么样 退出了 就break 就退出线程 是吧 退出线程 那我在退出线程以后 我是不是要说 在这一开始 我就说正在下载 是吧 对不对 正在下载中 一点击 他就说变成正在下载中 然后玩出来以后 访问完了以后 我想在这怎么样 这不下载完了吗 是吧 这里就是下载 下载完成后 怎么样 这个要更新 更新这个UI状态 是吧 就就说就 textview里面显示说下载完成 那你就可以 你可能想的是 访问textview.site 什么text 这里面显示什么 下载完成 是不是想这么做 想这么做 这好像貌似 看起来都很合理 是吧 对都很合理 但是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隐性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句话 就会报错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 我们说安卓里面规定 就是在这 这样一句话 不要在UI线程之外 访问安卓UI工具 就这句话 就是因为你这个里面是一个内部的线程 是吧 对 是不是内部的线程 你在这个内部线程里边访问到了UI线程里面的主件 这个textview是不是在UI里面定义的 在主线程中定义的 是吧 你不能这样去访问 原理就是什么呢 原理就是说 就好比是两个线程一样 好比两个线程 比如我是主线程 你是那个工作线程 你是这个downout的这个线程 是吧 然后你下载完了 你要改变我的东西 textview是我的呀 正常的咱们的这个思维逻辑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的东西由我来主宰 不应该由你来改变 对 你只能建议我 哎呀我要改一下你那个形象 你帮我改一下 然后我来改 因为这是我的 是吧 你不能你直接来改 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 你在直线程中 你自己把我的直接改到 你来改我 那就是强盗法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来 还讲什么道语 对 还讲什么道语 对不对 就不能直接这么操作 好 这一步就会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走 先编译一下 这是一个 我们看他报错的这个情况 现在我们还希望他报错 是吧 对不对 OK 先清除掉 这个 还没出来 得耐心等待编译啊 编译的过程是一个 编译的过程是一个 来了 好 现在已经这个界面已经起动完成 是吧 嗯 起动完成 我们为了看这个错误呢 把这个先清理一下 是吧 清理一下 点击下载 哎呦 我在这点击 我在这点击 走你 你看到 卡 退出 报错是吧 嗯 报错的这个问题就是哪里呢 就是是不是在这这 是不是在这就错误 是吧 现成的一个错误是吧 现成调用 flown 就是你这个 方法的一个view里面的一个调用的一个错误 是吧 他说在创建的这个仕途里面啊 这个 只能在你创建仕途的啊 现成里面去访问这个仕途 这句话的这个意思 对不对 啊 访问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这句话保存 你只能在当前创建县程的那个 当天创建这个仕途的县程里面访问这个仕途 哎 这个意思 那你这就是就是违反了你这个访问的UI现成的 是吧 他就是崩了 哎 这就崩掉了啊 这里就不能这么设置 不能设置怎么设置呢 我们刚才说 憨的了登场是吧 憨的了登场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憨的了东西出来 好 通常我们怎么做的呢 憨的了就是用来在线程线程之间进行通信的一个机制是吧 这样一个机制 然后我们就通常是另一个先这么写啊 先这么写另一个这个handle了是吧 OK 这位啊 别写错了啊 os这样的handle了 这个是日志的对吧 这是日志的 我们写的下面这个handle了 然后这里带一个分号 我是写了一个匿名的类是吧 匿名内部类啊 然后叫handle了 然后呢 这边呃我们重写一下这个对 通常你写这个handle了的时候要去重写他的这个handle了这个方法 啊 handle方法 我们搜一下啊 我们在API文档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handle了 我们在这里面搜索这个 呃 handle了 OK 搜索handle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handle里面啊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方法对吧 有一个这个叫handle message这个方法对吧 他说类必须实现 必须去实现这个方法 来接收 消息是吗 嗯 接收消息 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一个呃 虽然他不是抽象方法 但是必须我们去实现的啊 必须要去实现的这么来写 好 用了这个handle了以后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handle是在主线程中定义的啊 主线程中定义的啊 然后在这边我就可以通过这个什么 handle了去给他发送 对他里面的API方法啊 里面的这个 嗯 发送消息 你看他里面有好多这个方法 是吧 嗯 好多这个啊 相关的方法 send 比如说我们先用一下这个anti message 这个方法对吧 嗯 然后呢我写一个比如说呃 随便给一个100可以吧 这随便写的啊 这是一个标记啊 这是一个标记 然后就发送了一个标记是100 对吗 对好 这边发送完了以后呢 这边我就可以通过这个switch 然后msg点什么 walt 为什么是walt呢 因为这个100存到哪里去了 就是存到了这个walt里面去 知道吧 就是walt 就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是等于是吧 case等于100是吗 嗯 等于100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调用textview.site text 实际上就是哪那句话啊 这句话可以放在哪里啊 可以放在这 在这去访问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在这个地方访问啊 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我们现在再重新走一下 啊 重新走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啊 对对上一次 突然就疯了 标记标记是吧 ok 好 这是上一次的错误哈 我把它清掉 然后现在点下载 123 下载完成 有点延迟是吧 下载完成 这就ok了吗 是不是用Handler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啊 对 这是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就要用到Handler 就是在两个线程 纸线程完成工作 要去更新UI组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 必须用到这个东西了 用到这个Handler 来去实现他们之间的这个通讯交互 是吧 对 实现通讯的交互 好 这是Handler的一个引入啊 实际上我们之前呢 也给大家再说过这个问题是吧 讲这个stores啊 什么那东西的时候啊 已经说过了 下面我们再重点看一下 Handler的相关的这个 API方法如何去使用 好吧 如何去使用 好 好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Handler里边 里边呢 完成以下两点工作 消息调度将在某个时间执行一个runnerboard 多个任务加入到一个队列中去执行 这是使用Handler可以完成两个工作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将来某个这个 就是消息调度是吧 消息调度 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在将来某个时间 去执行一个这个Handler 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呢 实际上是发送了一个空的 是吧 发送了一个空的 那就多任务加入到一个队列中去执行 对 那实际上我们刚才用到的就是 这个多任务加入到一个队列中去执行 是吧 加入队列中执行 这是两个这个操作啊 它的相关方法呢 这个是 你看Handler Message 这个我们说 子类必须实现的这个方法来接收消息 是吧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实现了啊 实现了 然后呢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打开这个 看到这样一个操作 Handler点圣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发送一个什么 空消息 你可以把理解为空消息 然后呢 标记为多少 100 标记就是100 就是这个是我们通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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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 比如说我们定义好100就表示什么什么 对吧 比如说发送100就表示下载完成 那你接到100的时候你就说啊下载完成了 这是一个标记 能听懂吗 这个意思啊 那么空消息是什么意思呢 空消息指的是实际上它这里面可以还原成这么来写的 就是说 它有一个叫Handler Handler里面有一个叫OptainMessage这个方法 有个消息啊 有个Optain这个消息 这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 获取一个什么 消息对象 获取一个消息对象 那么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就是这个叫做Message Message 返回一个Message对象 是吧 然后实际上这个100在哪呢 就是在Message里面 Opt它的属性等于什么 100 看明白了吧 当然它还有几个其他几个属性是吧 当然还有R1啊 R1是一个整数的一个参数 或者说一个Object 是吧 Object是用来做这个 有存任何数据的 的一个对象 因为它是Object对象 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往里存是吧 对不对 什么都可以往里 那支付创业这边也可以往里存呢 也可以啊 这是你存储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 对要存 有 出 的这个什么信息 要存储的信息 可以是任意类型是吧 嗯 任意类型均口都可以啊 然后这个对象弄完了以后 你看实际上它是通过hunder了 点它里面一个叫send message 把这个消息给怎么样 这个发出去 知道吧 把消息给发把这个对象是不是发 发出去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这个发送 消息了 这一句话就表示发生一个空消息标记是100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分开写这是简洁的写法 你这个空呢不是说这个message是空 只是message里面没有东西啊对没有东西对吧对象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字里面没有没有你要存的东西就表示空的空消息的意思不是消息对象是空啊 是这个意思好这是这个全写的这种方式对吧 全写的方式这是send message 当然你还有很多方法对吧 还有很多方法叫send send空消息at tang 什么意思 at time发送一个空消息在某一个 定时发动的时间对比如说我写3000 那就是这句话执行完了以后怎么样 啊延迟发送是吧对延迟发送在指定 时间后怎么样 发送消息 这句话一执行三秒以后再发送 是这个这个是表示什么立即发送是吧对表示立即发送 才有三的什么 呃 这是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啊在某个具体的时间这里不能这么写了 是吧这里也得写上这个这个这个当前时间 一般上 这个system 点column的比如说加上3000是吧 这是当前时间的这个三秒以后发送是吧 这是当前时间 这个呢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叫send的还有一个叫延迟这个是延迟发送 是吧对这个就是延迟发送的比如说两秒 是吧 这是呃 延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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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时间后怎么样 发送 消息 这个方法也可以这是立即这是在什么时间发送这是延迟发送 是吧对延迟发送 当然了还有对应的就是不是空的对吧 这是这几个是不是都是空的呀 发送空消息延迟 还有就是不是空消息的这个也能发送对吧 也能也能进行发送你看 send a message 还有一个send a message at a time send a message叫delayed是吧 这是emptydelayed的 跟它是对应的是吧 跟它是一一对应的都是这几个发送方法 send的方法都是都是ok的这几个方法的一个含义 好吧 这是基本的一个 几个方法 基本的几个方法的一个操作 几个操作就是发送消息的一个操作 还有这个叫post呢 这个就是在某 某个时间加入到一个队列中去执行了 一个队列中 比如post post一个runnable post一个runnable在什么时间 post的一个delayer 然后在什么时间去执行这个runnable 再去啊 多任务加入到一个队列中去执行 这三个方法 用post的方法 这是发送消息是吧 传续消息的方法 是这么来去做的 这是简单的这个API的一个 一个一个使用 好吧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上